大家好我是Hugo 我是小失 大家看到我身邊的一款 就是CAP的全新LSX2 這個無線Hi-Fi音響系統 今代已經到第二代 之前LSX我們也有找一個場地去做測試 還要做了兩集 今代來說 LLSX2第二代的喇叭 其實在功能上都有提升 它用了全新W2的串流平台去控制 功能上應該更加正 除此之外還有些什麼? 沒錯 今代其實它可以硬解到MQA和DSD 而且還有兩個功能 我覺得都頗實用 可以支援HDMI、ARC 還可以使用USB DAC 其實發燒來說都頗好玩 對 非常多的功能 不要說太多了 我們有Studio的時候 當然是和大家試試盡點 現在立刻和大家開來看看 未訂閱我們的頻道 訂閱我們的頻道之餘 這條影片 希望你都給我們一個讚 我們等到YouTube的演算法 可以更加多人找到這條影片 或者更加多推薦給大家 其實今代比上代 功能反而多了很多 它自從升級了做W2的平台之後 我們可以用一個CavConLag的AppLag 可以一個AppLag控制所有功能 在操作方面更加簡單 這隻喇叭用了第十一代的Uni-Q單元 兼且它還要加載了Music Integrity Engine 的技術加持 所以在擴散度和聲音精準度方面更加厲害 除了單元之外 你都會看到單元下方會有兩顆燈 在Primary 和 Secondary 兩顆都會有指示燈 開機的時候就會亮一亮 之後就會關閉 而大家用Remote 控制它的時候 Primary 那邊的橙燈就會亮 即是你在控制它 機身也是用布的質料包裹著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機身上面 在背面和側面都是一個織布網的一個包裹 機背方面上方就會有一個排氣孔 在低頻量打出來的時候 有排氣孔出來的量感就會更好 另外下方當然是它所有控制的位置 第一個按鍵我們看到就是一個reset 按鍵 跟著隔壁的就是一個PS pairing 就是你左右的喇叭 如果是用無線連接的話 就可以做一個 pairing 就可以找到對方 但基本上你賣回來的時候都不用按了 兩隻喇叭已經做了這個 pairing 接著有這個bluetooth pairing 藍牙連線的時候就要按它 下面那邊就會有一個光纖輸入 另外旁邊就會有一個USB Type-C的插口 就是用來使用USB DAC 的功能 即是如果你的Notebook是USB Type-C 插進去就可以做到這個 DAC 功效 接著旁邊一個AUX-IN 就是3.5的輸入 另外旁邊的一個就是一個sumper的輸出 一個RCA 下面就會有一個HDMI 就是支援ARC 當你電視機有ARC功能的時候 插進去就可以把電視的聲音 回輸到這個LSX2裡面 如果你是想左右的喇叭 即是Primary和Secondary 用LAN線來接駁的話 就可以插進這個黑色的LAN頭位置 而你Network的插頭 就可以插進黃色的Network位置 而最低下方便會是一個米奇老鼠的電源輸入位 Primary就跟大家分享完 其實Secondary那邊就更簡單 一個排氣孔 再加一個LAN線 接駁回Primary的頭 接著另外一個按鈕 就是做回無線配合 接著一個電源線 就是這樣簡單 搞定了 這對CAFGA LX-X2喇叭 搭載到第11代同族單元 還要加入Music Integrity Engine 技術 它有硬件的MQA和DSD檔案 還可以支援24bit 384kHz的PCM檔案 它內置了一隻70W的Class-D低音 和一隻30W的Class-D高音 總輸出有200W 它用上全新的W2無線平台 利用它的CapCon App 就可以玩Amazon Music Dessert Cubus Tidal Internet Radio 和Podcast 另外也支援各大串流平台 包括AirPlay 2 Chromecast Spotify Connect Tidal Connect 還有RoomReady 還有RoomReady 接播方面它有USB Type-C HDMI ARC Auxy 光纖 和Chilldown Pre-Out 它一共有五款式面可以選擇 配件方面它有座桌架 腳架和掛牆架可以選擇 這對CAFGA LX-X2的建議營售價 就是10980 現在我們這個Wall居區 就會有一部電視機 我們就試試在Wall居的空間 試試這對LX-X2 究竟可以給到什麼音效 以及在功能上有什麼提升 這次是BIDIC CAM BIDIC CAM CAM BIDIC CAM CAM 服務員 Ls-X2 聽了幾首歌 印象深刻的就有 Cliff Dong-Go 和張國榮這個無需要太多 在音壓上我們都故意噴到很大聲 這支喇叭已經在我們開箱開了一段時間 每一天我們都會聽聽三音機來煮 和我們第一次剛剛開出來的聲音 它的緊實程度在現在用了大概三四十個小時 我覺得它的鬆容度大了之後 整個音場可以做得闊了很多 而且低頻打出來的亮感是完全超出 現在大家眼見它這麼低的單元Size 這件事我覺得都是它們的Uni-Q單元的拿手套器 在一個很小的空間裡面去出一個很大的亮感 在這隻Ls-X2 上面仍然可以有這個影子 我覺得非常之不錯 而 Cliff to Go 來說 在我們這個窩居區 小小的地方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挺闊的音場之外 左右的走向都挺不錯的 因為我們這個位置其實拉開也有約半至兩米 所以來講它的音場可以做得非常之通透 而且橫向的幅度也做得不錯的 而張過榮那首無需要太多 其實基本上這首歌就沒有什麼特別或靚聲音效 但是因為以前的錄音來講 它的 dynamic 都比較上寬闊 所以在這個Ls-X2 的演繹出來 我覺得在人聲上的肉質都挺不錯的 所以這隻Ls-X2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尺寸 在這個尺寸上它出到這個聲音我是有點驚喜的 好的 我的分享就到這裡了 接著就會交給Hugo 和大家分享一下聽感之餘 就會用ARC 的功能 將電視機電影的聲音射到這個Ls-X2 上面 看看效果又會如何 字幕歌手 開副聽唱 詞曲名 Turned on 字幕歌手 入口 音樂 音樂 聲音樂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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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混亂也很明顯 剛才的分別在Tidal上找了好幾首歌去試 首先是試了那首Low Century Here 其實我感覺出來的空氣感或者人聲的分離度都挺強 聽得到是人聲的中間,彈曲的感覺是擴散了開 可能跟Uni-Q第十一代的技術有關 因為它加入了Music Integrity的技術 令聲音的擴散度和結像更清晰 我覺得分離度和那種擴散感都挺吸引 其次我再找來Dana Claw的一首歌叫Temptation去試 其實那首歌我最主要是試中低頻和人聲的厚度 事實上雖然在這隻喇叭這麼骨折這麼小 但在我們這個窩具的空間 都是一個相對來說不算小的空間 一個展示的位置 但我推到它差不多是80-90的音量 聽到聲音穩定度和細緻度都保留在這裏 我記得比較深刻的是這隻喇叭雖然這麼小 但它可以做到那種中低頻的厚度 也能顯示到Dana Claw那種很有質感 有一點沙壓的聲音那種感覺 這部份其實也吸引到我 最後我找來了一首二薄雲天的插曲 在男聲方面就有Andrew Beccelli 在女聲方面就有Ariana Grande 其實這首歌的亮點是Range的發揮 其實在這隻喇叭中 你聽到人聲的還原度 特別在Andrew Beccelli那部 那麼厚 那麼Full Range的聲音下 你聽到其實在這隻喇叭中 其實做出來的Pitch其實都頗準 其次就是Ariana Grande 你聽到其實它的聲音是中高頻向的 但我記得最高的一層 在喇叭做出來的感覺其實都頗自然 那個Range是很抗生感很強的 那麼我覺得其實有一個位置我留意到 就是它兩個人合唱的部分 你聽到那個Range其實都頗大 那麼Overall來講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這對喇叭 可以發揮到它的中低頻那一層的厚度的話 我其實建議大家可以把喇叭盡量靠長 變成就可以利用到氣孔的亮感 去令到聲音的Range更加闊 接下來的部分我會嘗試用新後 這部Samsung的8K QN900B 嘗試用ARC把訊號給這對喇叭 看看效果如何 我現在就用這個HDMI ARC 將電視的音效回輸給這隻CAV喇叭 但設定方面其實都有少許的東西要做 大家就進去設定的位置 然後你找回音效的設定 然後找回一個設定 叫做數碼輸出音頻格式 它的設定是自動的 但我們要把它設定為PCM 這對喇叭就可以順利出聲 而你更多於你都可以 每次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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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分別在Disney Passage 和Netflix 找到兩套電視 Netflix方面 我找了一套LALALAND 中間John Legend 那一套電視 我想試一試 看看這對喇叭 在一個細小的雙體之下 會否應付到一些 比較大動態的效果 OVALAL來說 我覺得它最出色小 都是人聲 和現場環境的氣氛 還原度 其實它都給了我 Studio這個位置 其實空間都不小 但OVALAL我推到它差不多 是80幾90 聽得出來 聲音的穩定度都在 我發現它在HDMI ARC 的節拍情況下 在聲壓方面 可能會稍微低一點 其實我建議大家 將音量加到八成 或者九成 可以聽到一個 比較理想的音量 另外我都發現 這隻喇叭 它始終是人聲向 可能是低音那方面 未必可以做到 一種亮感 可以善用它 15個檔案 將低頻訊號 交給一隻低音去做 變成可以做到 更加好的低音下潛力 和亮感 我們現在不如試 它在電腦DAC下距 如何 現在我們將LSX2 接駁到Notebook上 我自己的Notebook 在Windows 11 有Type-C的插口 所以現在用Type-C的線 直接接駁到LSX2 的Type-C位置 現在我們看看 Notebook的Windows 在聲卡上 其實就已經 看到LSX2的喇叭 所以現在輸出的裝置 就先用這個LSX2 平常都會在這裏 安裝了Tidal的App 用來聽歌 而這裏的位置 我亦都將它 DEDICATE 設置了這個LSX2 去做出聲的發聲卡 我現在進入這個設定 裡面找到這個選擇 有一個叫做U Exclusive Mode 即是說這張聲卡 就只用在這裏 Tidal的App 我把它取消 另外 FORCE Volume 這個好處 就是可以 現在這個LSX2 這個器材 就只用這個Tidal 程式 完完全全是 Serve它一個 所以可以把聲音 和Volume 都靠硬件輸出 我們現在就找些歌 我先試一下 在Notebook上 直接輸出USBDAC 去LSX2的效果 真心說 我覺得這個玩法 是最正最舒服的 因為LSX2 它有自帶的USBDAC 像現在這樣 一部Notebook 再接駁一對喇叭 我覺得這個 近場聆聽的玩法 是可以最圓圓全全的 可以DEDICATE 這個LSX2的運味 好像剛才這樣 我其實都不是很複雜的設置 用Tidal裡面的App 就可以設置一個 Esclusive Mode 就只用它來招呼它 我覺得在聲音輸出上 近場聆聽的 左右喇叭 其實都是兩尺左右的位置 而我坐的位置 都是兩尺的位置 在這個黃金三角的情況下 我可以很清晰地聽到 整個喇叭出來的細節 定位 細碎聲 而這隻喇叭 最刺激的 都會是一個結他的聲音 好像剛才我聽到 林家謙的Dudu Dudu 以及Beyond那一首的和平與愛 其實一開始來說 那些結他聲音 在這個LSX2的輸出 我覺得是可以 可以有一個很舒服 很正 很仔細的音質 在裡面 可以聽得到 而且是有一個 很包圍著耳朵的感覺 出來的 不需要很大聲 你都可以DEDICATE 到音樂裡面的每一顆細節 我覺得是他最耍耍的地方 而且是最好玩的地方 其實這個尺寸 都是給近場聆聽 或者空間比較小的朋友 把喇叭和聆聽位 比較相近的玩法 我覺得是最能夠DEDICATE 它的效果 所以當然 如果你要玩到 一個大陣仗的聲音 所以他都會給你 SWU5RO 可以讓你增加底妝的效果 令到音場更加擴闊 可以整個效果氣氛更加大 但這個玩法來說 我覺得是非常划算 一萬多元 就已經可以有一個 這麼方便的 All-in-One 而且這麼多種輸入方式的 個人音響 我覺得是非常不錯的 在說完結之前 其實它的CAP Connect 的APP 還有一些設置 可以大家留意 其實你放進去 你看到其實 除了可以直接選擇 Source 或者做一些操控之外 其實有一個位置 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這個 一個叫EQ的設定 它其實有兩個 可以選擇 一個就是 Default 即是一般的設定 另外還有一個 叫專家設定 在專家設定裏面 大家其實可以幫自己 設定當下的喇叭 狀態的環境 譬如說你現在說的是座桌 以及你跟後場的距離 其實這個位置 你也可以設定 另外有一個位置 大家可能要留意 就是它 Pre-Out 即是說 將Subwoofer的訊號 Pre-Out 給超低音的時候 其實它有個位置 大家都可以做設定 你要把超低音揚聲 去輸出 按做確定 引用你自己 當下的型號 去選擇 個profile 基本上出來的低音 效果都不錯 但如果大家可能 要求再高一點 希望可以自己 個性化一點 去設定分頻點 其實它還有兩個功能 我想大家可以留意 一個就是高通頻率 另外一個就是 重低音輸出低通頻率 高通頻率就是 這隻喇叭 LSX2的一個Crossover 現在我把它設定為100Hz 換句話說 就是100Hz以上的所有頻率 就是交流這隻喇叭 負責 下面還有一個叫做 超低音輸出低通頻率 其實這個設定就是控制 即是說它的SR的一個訊號 我現在把它設定為150Hz 換句話說 就是150Hz以下的所有超低音 都會交給SR做 其實為什麼要把 對喇叭的Crossover做得這麼仔細 是因為我們常規 我只設定一點Crossover 其實中間的頻率可能會有斷層 但如果我們當下這個狀態 可以將高通 或者是超低音的低音 變成可以做一個Overlap 換句話說 它可以無間斷的銜接到三噴 出來的聲音就更加圓滑 更加自然 設定大致上就這麼多 或者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一個總結 Overlap來講 我覺得這隻喇叭最吸引到的地方 是它真的夠小 變成你喜歡放在鍋具的廳 或者有時候拿進房間就好 其實隨時都可以配到你 枱頭的任何一個空間 其次是想說 就是它在人聲方面 特別說它有一個Unit-Q 即是第11代單元的幫助 顯得聲音的穩定度 或者細節層次 特別在空氣感方面的還原 我覺得它也是它最出色的地方 其次我覺得這對喇叭在近場 聆聽特別說 好像當下這麼貼長擺 或者是離長擺的感覺 其實那個聲音的變化幾大 譬如說剛才我聽到 阿肇室去試TOPGUN Ampham的效果 其實我發現它原來 把喇叭放得比較近 長一點的話 你聽到其實那個中低頻 或者是最低那層的亮感 或者下潛感 是相對來說好一點 這部分來說 我覺得和它的氣孔設計有關 可能大家譬如說 在鍋具去放這對喇叭的時候 可以注意 其實最後我想是稱讚它的APP 因為它有一般的模式和專家模式 特別是說專家模式 你見到有很多中高階的礦控機的設定 譬如說低音上位分頻 那些設定 其實你也見到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和配搭 這部分我覺得對於法師來講 其實都蠻吸引的 今天的評價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按LIKE 訂閱頻道 還有最後按鐘 大家經常找你 下一段評測影片見 拜拜 拜拜